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普遍食用辣椒来排出体内湿气 这里的人吃辣已经吃出了一种高超的境界 别人用辣椒做配料 他们却能要辣椒做主菜 更有甚者 甚至直接爆炒一盘辣椒上桌 作为外地人真是不得不服了 最后要介绍的是在我国最出名的重庆了 无论在哪个城市 我们都能看到重庆火锅和重庆辣子鸡等这些美食的身影 看着火锅里漂浮的朝天椒 以及那层厚重的辣椒油 相信大家一定能自行脑补出它的辣度吧 反正小编是不敢吃 对于这三个最能吃辣的城市 小伙伴们有什么看法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先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